草坪对于美化环境净化空气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草坪业是一个新兴的种植行业 发展草坪业,搞好草坪生产 是广大农民朋友致富的一条好路子 1.种植技术 种植技术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精细整地,失足底肥 整地的同时要失足底肥 有条件的地区可适用腐熟的有机肥 粘重土壤或含砂量较高的土壤都必须进行改良 种植草坪对土壤条件要求高 建植前要求土地非常平等 每667平方米高度差在3至5厘米内 播种前翻更罢压,清除石块等杂物 2.品种选择 一般冷剂型草坪在建坪时 应用不同的草种混合播种 或用同一草种的不同品种混合播种 因为不同的草坪或同一草种的不同品种可以抵抗不同的草坪病害 即使一种核草因病大量死亡,另一种也可成品 一般草坪的混播组合有 草地枣熟核40%,紫羊毛60%,草地枣熟核50%,紫羊毛40%,小康草或细弱减骨影10% 近年多利用的混播组合有 高羊毛50%,草地枣熟核30%,细糊毛20%,草地枣熟核80%,细糊毛20% 3.种子处理 当构进适合草种后,拨前要进行半种或种子包衣 一般半种可用多菌磷和50%对流磷乳油 半种时常用的杀菌剂有 戴森心、幼秀菱、狄克松、六绿本、浮美霜 防病措施不论何地都必须按要求严格进行 地下害虫较多的地区必须防虫 可以用杀虫剂半种防虫 种子与药液要混拌均匀 才能达到全面防治病虫害的目的 半种完毕后将种子摊开晾干 4.播种 种子干燥后即可进行播种 播种一般选用手摇撒波式播种机 这样有利于控制播种量 影响播种量的因素主要有 草种的纯净度、草种的大小、发芽率、成平的使用目的 播种平床的土壤条件 播种时期 根据经验 单播一个品种的播量 小康草每平方米6到8克 羊毛每平方米17到20克 高羊毛每平方米25到35克 多年生黑麦草每平方米30到40克 一年生黑麦草每平方米30到40克 混播时的播种量按照上面单播的播种量计算 北京地区最佳播种时间是4月10日至4月25日 8月20日至9月20日 种子撒在表土上 应该用混土器进行混土 深度在0.5厘米左右 混土完毕后用镇压器镇压 可以使核草均匀出苗 5.灌溉 播种结束后需进行灌溉 草坪生产对土壤水分要求较严格 特别是在播种后到出苗的这一段时间里 表土既不能因水分消耗而干燥 又不能田间溃水 此水必须浇足浇透 力争出苗前不再浇第二水 2.出苗后的田间管理 经过上面的精心管理 15天左右即可出苗 出苗达到每平方厘米一株即为全苗 这个阶段草坪草生长旺盛 需要的养分较多 可适当追肥 一般草坪整个生长季节要求追肥3到4次 每次追肥的数量不能太多 掌握在每平方米5克少量多次 当出现不利于草坪生长的条件或病害时 不宜施肥 草坪出苗后应根据苗情及土壤商情及时喷灌 应该注意的是 草坪喷灌的时间应掌握在日出后或中午时进行 任何情况下都要避免在夜间或傍晚灌水 草坪杂草不仅影响到观赏 还会带来经济损失 有些杂草除了要和草坪草争光争水争肥外 还会影响到人的健康和植物病虫害的转移或月冬寄生 所以当草坪中有杂草时应及时清除 防除杂草的方法有 一通过调节草坪的播种期抑制杂草的发生 北京地区4月25日前播种结束的草坪 能有效地抑制其他杂草的发生 2.人工拔除 少量杂草发生时应及时组织人工拔除 一般全生预期要进行人工除草5到6次 拔除的草要清除出田外 必要时还要掩埋 3.化学除草 化学除草是利用选择性除草剂 杀死或抑制特定杂草的生长 而不妨碍或不伤害草坪草 4.清除路边荒地杂草 路边荒地杂草是草坪中杂草的来源之一 及时清除可以防止杂草的种子 地下根茎等向栽培草平地扩散延伸 形成危害 冷季型草在春秋两个季节生长是较快的 当核草生长的总高度超过10厘米时 就要及时修剪 修剪时每次剪掉的高度不能高于总高度的三分之一 这样有利于核草恢复 通过修剪可以控制地上部基叶的生长 促进地下根系的生长 降低病害对核草的破坏 修剪时应注意下列事项 1. 早晚有漏水时不能修剪 欲语停止修剪 2. 病害大发生时停止修剪 待病害得到控制后再修剪 3. 及时清除剪掉的草 保持田间卫生 防止病菌传播 4. 发病时如果因核草较高必须修剪时 应及时对机械的韧剧进行消毒 防止因减草而加重病害 减草机刀片在使用前后都应该进行消毒 拆下减草机刀片 先用清水洗去刀片上的草墨等杂物 用消毒剂清洗韧剧 这里使用的是酒精 在草坪生长的过程中 某些危害是不可避免的 修补被危害的草坪有两种方法 当草坪使用不紧破时采用补波 如果要快速恢复草坪时 可以重铺草块 3.草坪病害防治技术 草坪草在整个生长季节 特别是高温高湿的夏季是易得病害的 草坪病害的种类繁多 主要是真菌病害 其次是病毒病害 植原体病害 草坪病害的防治主要有四方面 1.搞好栽培措施防治 在草坪的建植和管理过程中 有目的地创造有利于草坪草 生长发育的环境条件 提高其抗病能力 不利于病原部的活动 减轻病害的发生程度 2.充分发挥品种的抗病作用 不同品种的核草对病害的抗性不同 因此种植抗病品种也就成了防止草坪病虫害的主要途径之一 3.应用化学手段控制病害的蔓延 化学防治就是使用化学手段杀死或抑制病原物 防止或减轻病害的损失 4.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有污染环境小 无农药残毒 不杀伤有益生物等优点 在可持续发展中 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4.起草移植 经过我们辛勤劳动和精心管理 春季播种的核草 国庆节前后就可以供应市场 草地早熟核 黑麦草等草坪草 出售前的高度保留在7-8厘米左右 起草一般使用起草机 这样可以使草坪的厚度保持均匀一致 一般情况下保留在2-3厘米左右 草皮块的大小 以长50-150厘米 宽30-150厘米为宜 以平板的折叠或卷成卷状运输 打卷时要松紧适度 以利于装车运输 如果要进行长途运输 还应该将草卷捆扎好 装车时堆的层数不要太多 防止挤压变形 建平的场地要求土壤表面疏松平整 必须有排水坡度 移植前要失足底肥 以弹磷甲复合肥为主 清除不利于操作和草坪生长的石头 石粒清除和杀灭杂草 草皮块收获后最好尽快铺直 这样可以避免发热脱水的危害 铺设草皮最常用的方法是密铺法 也就是用草皮将地面完全覆盖 一般块与块之间保留0.5厘米的间隙 主要是防止草块在搬运途中边缘湿水干缩 浇水浸泡后边缘膨胀而形成重叠 草块铺好后应立即浇水 而且要浇透草块 一般浇水后第二或第三天进行滚压拍食